大家好我今天来讲汉语拼音书入法的第20课 今天的课题就是说自制中文fire 一般来讲呢在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很常写那些fire啊各样东西 就准备贴在墙上 之类的就给别人去观看 或者去宣传一些东西 其实我有很多不同方法去做Flyer 我今天就选了用一个Software 就是Microsoft Publisher 它在里面已经有很多预定Flyer的样本之类的 比如说我选定了一个设计 就是这样就算了 它有很多样子给你选择 我选了一个设计 就是Tutoring 我先打了一些设计 我现在再开始告诉大家 比如说你可以在它预定的格格 你可以打中文 比如说你再重新打一个 它写好之后 你可以在这里填上去 比如说个别教授 汉语评音 中文电脑打字 电脑上网 和一般日常的电脑应用 广东话 国语 英语售课等等 你可以填进去 你要收多少钱 一个钟 黄老师的电话 等等等等 在这里来说 在下面来说 它也有 整定一格格的 联络电话 你只要打进去一个格 你按OK 它会自动填完 那几张小的电话纸 当你做好之后 你就可以在自己打印机上 就印出来 就变成了一个中文的Flyer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File 这个就是制成品了 你可以变成这样 OK 那 假如大家还有其他问题 你可以进去我的Web site 或者E-mail给我 typechineseatlife.com 多谢大家 和哈佛金呢